但是年轻人就是有一股憧憬 就是他因为他也没有失败过 反正少了经验的束缚 他会更加感想感冲 你要看他做什么 或是要看别人讲什么 所以看政府要一下看男人这样 那要看他做的什么 不要听他讲的什么 不要听别人讲的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来看的 季风之进草 反当事成成吗 想东想西 有点东西 我是建鹏 我是龙翰 今天是来客串一期的 对 谢谢你 我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podcast节目 建鹏 今天我们一个特别的嘉宾 从小我们就看到他大的 我确实是从小看到他在电视机上面 你看起来没有像那么年轻 其实我是蛮年轻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年纪应该算是一个年轻人啊 说起来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是他的粉丝 我也是他的粉丝 我也是车上还有他的那个兵 哇 我还带了他的海报过来 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嘉宾 我们的小桃 小桃 耶 来欢迎小桃 大家好我是小桃 今天第一次被人访问 以往都是我做主播的 怎样你们做主播还可以吗 这是我第一次做主播 每次我都是在那个镜头后面看你的 所以第一次被人访问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坐在访问被访问的那个位置上 希望你可以手下 我不是第一次被访问 是但是第一次被你们两位访问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手下留情了 话说在这个KKB补选了过后呢 连小孩子都会喊你的口号哦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口号 姓骨毛头小桃 我现在去很多学校的活动 有小学中学 大家都欢迎小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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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讲口号取得还不错啦 对 现在是孩子们心中的小桃姐姐嘛 应该是 在我还没有成为小桃Auntie之前 希望我可以做小桃姐姐久一点 OK啦 你一直都是小桃姐姐啦 我从小都是教你做小桃姐姐的 是吗 OK好 其实小桃从好多年前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对啊 我第一次看到你 那时候你还是学生吧 来到新农党总部来访问邱光耀 对 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 第一次见到你 但是你可能也不认识我 后来之后我们新农党 就是文宣主要做一个live的时候 是找你来客串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你才加入了新农党的东西 对 我记得那一次来 是2013年 我应该是20岁来的时候 是因为为了准备一些 辩论比赛的一些辩题 想要有更多的题材 所以那时候有访问邱光耀博士 来到这边 后来也没有想到 我会在新农党总部工作啦 因为你找不到工作啊 才不是呢 堂堂大学生毕业 那时候来到2017年我大学毕业 然后我当了超过半年的老师 后来我要找新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是由心 由衷的去佩服老师的工作 是一个极需要耐心 毅力的一份工作 然后我不想再误人子弟 所以我要回到去我的老本堂 想要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 那么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刚好那时候 外面念群 他知道我在找工作 他就 你在找工作啊 不如你先来我们行动党总部帮帮忙 因为大选也蛮靠近的 你大选过后再去找工作也不迟啊 我就在想 那时候我还跟他讲 我平常以前教老师的时候 放学后我还要去教补习业 大概薪水是5000块 我哪行动党总部可以给到5000块的薪水吗 那么高啊 那个是哪一年2013年的时候 2017年 2017年的时候要5000块 因为我要当老师 然后我每一天都教补习 你开价很高啊 我们好多人都没有这个薪水啊 也确实是后来我进行动党总部的时候 当然没有拿到这个薪水啦 看了差不多有多少%啊 很多一下啦 总之就没有那个薪水啦 为了一份热忱 然后我就在行动党总部工作 差不多七八个月过后 也没有想到会改朝换代 然后那时也没有想到杨美英会当部长 然后也没有想到 他会给一个25岁的年轻人 给机会去他的部长办公室 做一个特别助理 他就问我 你要不要来我的部长办公室 做特别助理 然后其实我也不懂 我的工作是要做什么的 我就讲 哦 好咯 因为他是当人员环境部长嘛 我又很喜欢人员的那一部分领域嘛 我就这样跟着他去做了 就误打误撞啊 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 其实小桃在当上部长的助理之前呢 在行动党总部做主播的工作 那相信很多人小孩子的时候都看过 剑鹏鸭还是看过的 我看过了 以前有那个Uber Truck 就是到每个地方去做那个 Drama的时候 前面一定先播小桃的那个video 然后搞到我就觉得 哎 想像是这个 这个人是候选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 那时候在行动党总部文宣组的时候呢 小桃自己本身都会自己去写 那个主播的一些文案 然后相关议题 做相关的研究 很多时候都靠他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完成整个工作 希望联盟一次机会 也希望真的是可以改造换代 因为我们经历了2013年505换政府的失败嘛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会做到的了 因为505换政府喊得这么激烈激情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018年基本上是没有人相信可以做到的 但是没有想到2018年各种各样的政治环境的改变 当时候当然有老大 有顿马 所以出城了第一次改造换代 虽然结果不是很好 No Go Sheraton Move发生了 但这一路来的这一个过程 我觉得都有它的那个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都知道小桃从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以一个热血青年 但是那么从一个热血青年 然后一个在野党的一个身份 然后突然间就转换成了一个执政 而且加入了部长的一个团队 这方面对你来讲 有什么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冲击吗 会 其实那个冲击是相当大的 在2018年以前 我们没有试过改造换代 到改造换代之后 第一次换政府 经历了对政府太高的期望 然后很多选民当时候2018年 在很多课题上面都有失望过 包括我自己相当大的冲击是 看到我们的领袖 比如说念群 比如说郭树庆同志 他们从选民一片叫好 一片赞美声过后 换来了很多的这个嘲讽 批评看不起失望 我自己本身冲击很大 因为包括我自己的视频 也有被一些网民挖出来 去批评说 你们讲的东西 反手过必留下痕迹 讲到没有做到 讲到没有做到 我对我自己的冲击 就是说原来执政 是有执政的难度 比其当反对党 有不同的挑战 所以那个执政难度 是相当高的 然后也洗礼了我 在很多课题上面 可能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更多面的探讨 然后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真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然后你怎么样 从多元族群 去看待实践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反对党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从多元族群 去提出我们的这个诉求 然后这个东西是 很想当然的 也很直接的 但是做了政府过后 你怎样从多元族群 去实践一个政策 这个就更难 好像最近之前 一直发生了各种的议题 像Jakim Hala的事情这样子 都是一直困扰着我们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炒作上面的课题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课题 但很多时候是信任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个Jakim课题上面 很多人说Jakim 政府派驻Jakim的官员 进入这个政府部门 然后我们国家更加伊斯兰化了 然后这点我在选区上面的解释 是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跟选民解释的 Jakim的这一个官员 进入政府部门 是1982年就开始落实了的 然后现在有没有扩张权力 没有 有没有增加官员 没有 但Jakim的官员 在政府部门里面 他就是扮演宗教活动上面的 这一个建议 还有廉政方面提供建议 我自己曾经在 就是道德老师 在那边指着 对 我自己曾经在2018年 当过杨明部长的办公室助理 在2022年也当过 尼克敏办公室的 这一个新闻秘书 我们每个星期三 都是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每个星期三 早上的9点 所有的内阁部长 都会跟在首相署 看内阁会议 看了内阁会议过后 午餐过后 2点半或者是3点半到5点 就是 host cabinet meeting 政府部门的 就是最高行政会议 在最高行政会议 我们的环境部 参与的官员 除了是秘书长 副秘书长 然后Japanan Aliskita的总监 然后比如说 在这一次的房地部 参与最高行政会议的 秘书长 副秘书长 我们有Bomba的总监 我们有BRIMA的CEO 我们有JPSPM的总监 各种各样的 最高行政官员里面 坐在一起开会的 都没有Jakim的官员 所以Jakim的官员 没有在里面 Jakim的官员 是没有进入 最高的行政会议 最高的行政决策 他们也没有参与其中 所以我是根据 自己的亲身经历 去告诉大家 Jakim的官员 就是在联政 跟宗教事务上面 有所他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课题 回到来群众 很多是信心问题 是因为 大家都担心 马来西亚走向伊斯兰化 那么我们要怎样 去挽回这个信心 建立一个信任 就是需要沟通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作为议员 我的责任很重要 我必须在基层那边 跟党员解释清楚 我也必须在活动上面 跟居民解释清楚 然后也通过 各种各样的媒体 去解释这件事情 还有包括 最近之前也吵过的 一个课题是清真认证 当然 在内阁那边 在政府方面 不同的政党 针对一个政策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到最后 所有的意见 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政策 它都需要内阁 背部 它也需要内阁的 集体决定 如果一个政策 它没有内阁的文件 也没有内阁的 集体决定 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政策 所以同样的 在这个强制清真认证上面 它就是一个部长 破口而出的一个言论 然后民众就会没有信心 当然 结果是我们受灾 我们的灾难 对对对 所以到最后 我很庆幸 到最后内阁的决定 是一直通过 不执行这一个 强制清真认证 其实这个议题上面来讲 我觉得不太会 真的变成一个强制 因为如果你变成一个 强制去认证 它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工程来的 会影响很大 所以突然之间 随便一个部长 讲一句 可能考虑这样子 就引起大家这么紧张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反应是过度的 当然这也是要考验 部长们回答记者 问答的这一个 技巧 跟技能 它有没有办法 规避一些 没有必要的一些 争议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记者也是 确实是根据你的回答 来报道的 所以这也是 我在过去几年当中 在行政体制里面 观察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尤其是 跟记者对答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到身为一个部长 你说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成为政策 当然民众 媒体就可以表态 他们的这个担忧 但是 从经验上而言 一个意见 要变成政策 它需要有政策文件 它也需要有 内阁的机器决定 它是一个 相当冗长的一个过程 一句讲完了 部长讲话 要小心一点 然后包括议员 也是要多做一点沟通 然后民众方面 大家也不需要有信心 在一个课题 发酵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看 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再去做反应 不要太过一下子 就一个trigger到 一下子 做很大的反应 现在去查证一下 有些资讯可能 没有像我们想象 它是那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需要沟通的 因为 就是 to be fair来讲 选民也好 居民也好 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解释 它也需要我们去查证 所以这个就是变了议员的工作 很大部分也是在做沟通 好了 从这个行动党的这个主播 什么都敢乱讲的 小桃 到做了政府 什么都要小心讲的 小桃 到现在 在了KKB 我家乡的 周议员 对 现在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感觉是 很有 满足感 因为 从过去 在 幕后 做筹划 然后做辅助的角色 真正走上去 目前 然后你需要去做 这个资源的分配 然后你需要去 跟选民有一个 亲身的接触 去聆听 你需要把议题 带入总议会 对我来讲呢 是 更多在实践上面的 这个考验 其实考验更大 对 因为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跟选民 去做结束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 新的挑战 我也相当的 可以说是 享受其中吧 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在 寻找着 不同的挑战 因为我也不能够 待在 自己的舒适区 或者是 大家同一个岗位 太久 我就觉得 好像我没有再进步 这样 所以我现在 这个挑战相当大 我相信只要有团队 然后只要你去生根 没有东西是解决不到的 对我记得在 补选期间 你的口号就是 什么 义无反顾 拼命次 就是义无反顾 拼一次 拼一次 对就是要 OK 一定要全力拼一次 建盟他拿着 刚才拿着一个 你的宣传 来建盟他 我看一下 我拿着小桃 在那个 心骨毛补选的时候的 这个宣传品 我们看一下 小桃的精神宣言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他目前 从五月到现在 你在心骨毛这段时间里面 当选了之后 你为心骨毛 做了什么东西 你实现了 有没有落实 有没有落实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精神宣言的内容 在进行当中 哇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就一句讲完啦 就是问我有没有做工 是不是 OK 我觉得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几个方面的东西 我其中一部分的 竞选宣言 是说 我希望争取更多 高质量的这个投资 可以坐落在这个 雾雪 雪州以北的这个地方 那么雪州以北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50%是由 森林保护区所覆盖的 然后同时间 它有这个雪兰儿河的 这个水坝 它供给巴生谷 60%居民喝的水 都是来自这个 苏乃斯兰沃恩邦岸的这个水坝 所以我们需要维持 生态跟发展的平衡 在发展上面 很多的这个发展呢 都是聚焦在这个双文单 或者是热石有小部分的 这个工业区 所以在双文单方面呢 它其实是潜力无限 因为我们知道 ECRL东铁开通之后 预计在2028年 双文单它将会是 这个物流的这个 曲纽中心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很多的这个交通制造 已经聚集在双文单 比如说UMW的这个Aerospace 制造飞机 Roseway引擎的 这个制造工厂也在那边 然后包括第二国产车 Product 包括全球最大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 太阳能光复版生产 上龙机也在那边 然后在我上任之后呢 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7月还是8月 我们雪州有一个 雪州投资的 Business Submit 在那边呢 我就亲自了见证 龙机这个太阳能 浮板生产商 他的这个supplier 辛伯也决定在 双文单投资 3亿2500万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 对于物学来讲 这个很好的消息 对 因为他有这个高科技产业 已经在那边设厂了 所以他相关的 这些supplier 他们也会在那边设厂 因为他们在距离上面 他就有一个优势嘛 这个辛伯他已经承诺了 投资这个3亿2500万 在这个双文单 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啦 给当地的这些年轻人 或者是找工的这个朋友 所以我们相信 只要这个东铁开通之后 双文单成为这个物流的 驱流中心 那么这些业者 他就有多一个选择 因为他的这个东铁 他是从我们的东海岸 Kotabaru 衔接到双文单 再衔接到去 巴山港口的 所以这些工厂 他就有多一个选择啊 你要通过陆路去送你的车 还是你要通过铁路 他有多一个选择 所以那边的发展趋势 我们都会再激励的 继续去争取更多咯 希望把更多的投资 可以往KKB那边 再往那边去 对 严格来讲是双文单 乌雪那一带啦 因为KKB 它是一个充满历史人文 的一个古城 所以那边呢 是没有很多高质量 或者是中工业区的 KKB就是 比较适合做生态旅游 人文小镇 所以双文单距离KKB 是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分布 做不同的这个目的啦 然后在旅游方面呢 我在这五个月 也亲身体验过了很多 KKB生态旅游 KKB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真的 我去玩过了滑翔伞 我去了这一个 哥林的这个步步 我也去了这一个 宋爱奇林的这一个步步 还有宋爱佩达 很多我都去玩了 爬山涉水基本上 所以我去爬山涉水 不只是玩 主要是去体验 这些生态旅游 有哪一些部分要加强的 比如说我上两个礼拜 我去这一个哥林步步 中央政府有一个政策 叫做Sajati Matani Sajati Matani呢 主要呢 是付权这些村民 不管是马来村也好 华人新村也好 你可以通过Sajati Matani 去申请一笔拨款 给村民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 然后那边的马来村呢 他就做一个新的方案 是去租用ATV那种Motor 所以那边呢 现在有这个ATV的 这个设施 探险的 给人家就是从那个山下 做ATV去到这个 瀑布的这个入口 然后你去到 瀑布的入口呢 你要爬一段路了 下到区 然后你才可以见到 那个瀑布 然后我个人的体验就是 那多路虽然很美 但是有一些道路的设施 也是需要去提升 然后你要怎样 让人家爬山 涉水的过程当中 提高他们的体验 更舒服 更安全 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用我的 周一元的拨款 去帮助市议会 一起去做提升 所以我自己去 亲身体验过 然后很多的 这个提升工作 也在跟这个市议会 去接洽啦 确实 确实 我很认同这个旅游的东西 因为确实一个旅游身体会不会值得我们去 不只是它要风景漂亮 它的设施也必须要可以让我们去能够学到那个地方 有时候干净的厕所啊 对干净的厕所 BMW的厕所 然后一些扶手啊 等等之类的 一些比较路的 要平整啊 然后一些路灯这样子 安全一点啦 对 下次你们要来玩 你们赶玩滑翔伞吗 你带我们去 我们就去了 哇真的吗 有些人带到上去不敢飞的哦 龙汉你敢飞吗 我是那边的人 我从来都不懂这个东西的事情 那边的滑翔伞 你知道现局我才知道有这些东西玩啊 我跟你讲那边的滑翔伞呢 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好玩的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雪州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不确定是叫什么名啦 它有个地方也是有滑翔伞的 但是新古毛跟它的特别的不同之处 是新古毛的这个天气 它的这个风向 它一个礼拜七天 它早上九点到中午 都是相当适合去玩这个滑翔伞的 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因为风向的关系 因为地势不够高的这个关系 它不太适合任何时候飞 然后那边的operator 我有访问过 他就是跟我说 新古毛的这个特点是 它地势很高 它在早上基本上 一个礼拜七天 一年十二个月 都有适合飞的时候啦 好啦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OK 一定要来 然后我们去玩遍 玩遍新古毛 爱动新古毛经济发展 接下来我想要问 就是在当时你被委派去 这个接替 以故李吉祥同志 去新古毛补选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有听到很多人讲说 你还是很年轻嘛 大家都会讲说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的小孩子 怎么可以去 带动我们整个 这一个新古毛的发展 就他们会有一个不信任感觉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是 感受到比较很多 有吗 有这样子人 有这样的声音吗 我还是有看到有一些啦 大家觉得 什么人敢这样讲 年轻人不够有经验 站出来多讲 所以你觉得说 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就是特别在马来西亚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应该要 怎么样子去参与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治 我们应该要 用什么样的方式 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让人家觉得 年轻人其实可以 有更好的表现 对 到底怎么样子 让大家有信心 其实年轻人参政 在雪州 或者是在民主行动党 从来都不是一件 很奇特 或者是很新鲜的事情 在我们雪州州议会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环境部的 这个S-Corp YB Jamalia 或者是林以为同志 或者是Michelle Wung同志 他们都是在29岁 30岁 31岁之间 第一次上阵的 所以在30岁 29岁上阵 在行动党来说 完全不是一个 很奇特的事情 行动党一直都很 富权年轻人 去走上政治前线 那么这一次 在新骨毛上阵 对我来说 年轻人从政 最大的特点就是 年轻人 因为他没有经验 同时他也相信 一切皆有可能 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 YB这个事情不可以啦 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做的 或者这个东西 不可以做啦 但是年轻人 就是有一股冲劲 就是他因为 他也没有失败过 他就相信 一切皆有可能 然后他就会去 跟着他的目标去做 反而少了 经验的束缚 他会更加 敢想敢冲 敢想 敢冲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重要 因为你要敢想 你要敢做 然后你去做 可能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挑战 你会不满经济 但是至少你太了一步 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嘛 你就慢慢去做啦 比如你的前老板说的 敢敢想 以后新加坡来做新劳 这个当时候我在 你硬要转话题也可以 我没有转话题 随便扯不了 这个在当时候的 这个全国大选的 Cherama上面 我有讲过一句话 我说 其实不是尼克敏的问题 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敢想 我们不敢想 马来西亚会变得更好 我们不敢想 雪州会变得更好 我们不敢想 我们会做得比别人更好 因为我们可能 一直被人家 爬在头太久了 其实这个经验 我有点感同身受啦 这个东西有点像 刘振东 刘振东也常讲的 其实我在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在相当多年了啦 就是2020年宏愿的时候 那时候的马来西亚人 是充满想象的 那时候一直对未来 充满憧憬 就觉得2020年的宏愿 很快就在到来 那时候的经济是起飞的 那时候连续8年 经济8%成长啊 什么的 都让人家觉得 这个国家是充满希望 一直到这个金融风暴的爆发 大家的对这个国家 经济的信心 完全的崩塌 然后经历了 好几个世代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 包括年轻人也好 或者可能年轻一代的吧 都缺乏了这种 对自己的国家 觉得没有了信心 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 他们 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所经历的 是包括经历COVID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换了很多个首相 所以其实年轻人很容易会觉得说 对政治很不感兴趣 他会觉得政治非常的混乱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年轻人 你应该要关心政治 你应该要去了解政治 其实这个东西跟理财 是差不多的概念啊 就是你要去理财 财才会理你 你要去理政治 或是你需要去碰触这些东西 他们才会去关心你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会有很多的这种 可能你的这个社群 他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会有想要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去跟其他人去说 说我们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其他人就不知道 如果其他人不知道的话 就不会去推动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就更应该的去跟这一些 其实不一定是要是产证 他可以是 可能是要表达他们那些想法 对表达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通过不同的管道 对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包括可能去参加一些 跟YB的谈论啊 或者什么的 可以把你的意见分享给YB们 YB可能才会知道说 年轻人到底现在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所以回到来 就是未来新 新加坡人可以来做辛劳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自己要有这方面的信心 我是觉得 大家要看到马来西亚的潜力跟机会 如果是去新加坡 如果是这样打工的话 可能因为新币的关系 你的薪水换算会比较高 可是在马来西亚其实要创业也有无限的可能 这个是可能是我跟朋友之间 30岁朋友之间的对话 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在新加坡打拼了 5-6年以上 那有一些是待在马来西亚也创业了 也有一番成绩的 那么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 在马来西亚创业有无限的可能 在新加坡 如果你是比较打工跟打工的话 可能在马来西亚打工 他的这个生活成本比较低 但是可能你的存款也会比较少 但是马来西亚如果就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呢 他是有无限的可能 讲到去青年参政 或者是在社区的这一个参与上面 我做了周一元过后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 有时觉得很孤独 怎么说 因为我的想象很多 然后我想要做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不懂从如何做起 然后我不懂要找谁开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孤独 因为我不懂要往哪里去找人 可是我们雪州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青年参与的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PEBS 是雪州动力青年委员会 我的新骨毛周选区 我有8个市议员 那么我就有8个动力青年委员会 就是有8个年轻人 我可以委任来帮我去做活动 做社区改造 然后现在我已经开始委任了 他们都拿到委任状了 然后过后我要做的东西就是 怎样跟年轻人去沟通 希望他们可以拉更多的人来参与 我在旅游建设方面想要做的东西 我在人文建设方面想要做的东西 因为当你刚才收到的一句话 我很敏感就是 我们可以跟YB讲 希望他可以做什么东西 可是要做好一个社区哦 不是你跟YB讲 然后我去做你知道吗 是我们一起去讨论 然后我去做大家想要的东西 这个才有可能的 通过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拨款就有限啊 都要给全部的这些选民 那我们也是要跟市议会合作 也是要跟州政府合作 也是要跟一些NGO 或者是一些青年裁军合作 把一个社区做好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 年轻人如果有想法的话 要敢于表达 要敢于去分享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你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东西 然后同时间地方领袖 可以给予你什么样的支持 去一起打造一些新的计划 把那些想象变成现实 所以刚才我听到你讲那句 YB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特别就觉得 哇好沉重 对啊 这个一直都是我们 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我选了你 就把我解决问题啊 对啊 我选了你 你就应该要帮我服务啊 但是其实 还有一个口号啦 你可别人喜欢讲的 We are stronger together 真的有时候被他洗脑都很厉害啊 就是真的 真的如果是 一个人你可以走很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走更远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任期内 可以号召集合一些年轻人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会做得更加好啦 嗯 因为 你想更加远啦 大家一起做反而可以 更能够邻居整个社区 对啊 让大家对这个社区有更多认同感 对啊 所以你要回来 OK 我叫你来你要来 哇 那接下来想要谈一下 就是关于 呃 女性残症的问题啊 嗯 因为其实 呃 我们知道说 其他的政党 嗯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议员 其实相对的少 嗯 或者是 更多处于一个比较像配角的角色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 行动党啊 好像跟其他政党比较不一样 嗯 我们女性的这个YB是蛮多 而且 都蛮出色的 嗯 没有说就是比男生差什么 反正反正很多 还有一个新的也是很出色 哈哈哈哈 开玩笑 最近最近 Joho的这个 走两个委员会嘛 嗯 因为45% 是女生了 所以想要问一下说 哎 你们雪州什么时候要跟进一下 哈哈 刚才 我们在直播之前 然后见朋友讲到 如果周线45%的这个周围领导是女性 她们下一届可能要提成一个动议 我们要提成一个动议 要至少40%是男性啊 45%的男性保障过大 哈哈哈哈 男性也感受到 呃 感受到很大的这个 威胁跟危机感 我觉得呃 女性从政 还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空间 在马来西亚 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国际的排行榜 在马来西亚 如果是你要看整体女性从政的这个 参与度 或者是比例来讲 还是很从缺的 嗯 呃 如果是要看 呃 国政啊 希望联盟啊 都是蛮从缺的 但是在行动党方面 我们在国会 我们有40个国会议员 当中就有10位 是女性 差不多25% 相对而言 是相对高 那么是在雪州方面呢 我们有15个州议员 那么有 现在有5位是女性 1 3分之1 超过30%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希望可以保持下去 因为我觉得女性在政治上面 她可以提供 更加不同的视角 跟议题 因为女性她可能比较细心 她可能比较 懂得关怀 我想可能 男人都出行大意 很难啊 或者是有一些 或者是有一些同志 像Michelle她们 当为人母了过后 她们有更多 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女性 议政从政 对于我们 多元群体的发生来讲 是相当重要啦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里当中 也并不只是在 那个想法上 有很大的差别 跟男性 女性的 女性跟男性的差别 是这方面 也包括了 更多的女性参政 或者成为领导 它可以改变 整个社会的风气 包括这种 男尊女卑啊 或者对于女性的 一些各种歧视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 都会很大的改善 对 尤其是女性从政 我觉得有一点 很重要的东西是 它可以成为 其他女性的榜样 因为可能政治 是大家聚焦的 某一个领域 可能我们在 马来西亚的很多 企业界也有很多 很优秀的 女性企业家 但是 有些人 我们都需要 很多的这些女性 有唯一的女性 站出来 挺身而出 so that 这些小女孩 她知道 她有一天 她可以成为 怎样怎样的一个人 她在企业上面 她可以去 往哪一个高度 去 哪一个梦想 去追 我觉得这个 我们需要这样的榜样 跟这个领袖 所以这一方面 女性从政 可以给到 其他女性 女孩 另外一个 梦想 或者是有梦去追 开辟另外一片天空 就是不会只是局限于 像过去的想法 只能够从事一些 可能护士 对啊 没有 家庭祝福老师 因为在马来西亚 因为在马来西亚 你要知道 我们的女性大学生 比例是比男性高 非常高 但是在女性 就业比例呢 女性又比男性低 换得而言之 我们马来西亚的 政府的财政支出 某一方面是浪费了的 我们 女性 可能还因为家庭的关系 在这个教育上面 给很多女性 但是往往 她们出来后 就业方面 没有把她的长处 发挥到 对 因为家庭的关系 整个社会的关系 我记得在 西蒙在2018年 做政府后 我们提成的 一个其中一个 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就有提倡 女性回来职场的 工作 一个补贴的 一个政策 我觉得那是非常的好的 对 因为 现在普遍上 大家面对的问题就是 如果回去职场的话 没有人照顾小孩 或者是要照顾小孩的话 哇 保姆费也是相当高 然后这个东西 是跨越族群的 马来妇女也好 华人妇女也好 它只是那个 保姆费的那个差别 罢了 但是大家都是 面对着同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 怎样在政策上面 去鼓励更多的女性就业 去帮助这些年轻的家庭 去分担她的开销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马来西亚 未来 如果我们的人口 持续降低的话 我们那些生育率已经是 花刃已经是降到1.6了 整体来讲 马来西亚是2点多 你要加油 你也是要加油 你也是要加油 然后大家也是在镜头 后面的也是要加油 所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 共苦面对的问题 老龄化的问题 然后怎样去 鼓励更多人的这个就业 这些东西都是 环环相扣 息息相关的 对 所以你要加油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介绍一个新骨毛的给我 哇 哈哈 我觉得成为雪兰的女婿 叫你多来跟我一起做volentia 多去 哈哈 好啦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都问到七七八八了吧 还有什么东西想要问小桃的 超过问了七七八八了吧 这个就是你最尖锐的问题了是吗 其实我还是要讲的就是欢迎小桃回家 在这里 新动党总部永远欢迎你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也是多多去收看我们的UBA TV的这些节目啦 火箭爆的这些节目啦 我们会定时定后给大家更多关于政治上面的这些 剖析 然后一些更多进展上面的汇报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啦 对对对 要把你做出来的东西告诉大家 不然大家会觉得你没有在做工 哈哈哈哈 叫你们去快点帮我剪video咯 哈哈哈哈 你觉得你觉得啊 这一次啊 像你那时候在补选的时候 虽然用这一个团结政府的formular下去补选 但是你会你会觉得马华没有来帮忙吗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马华的声音 马华那时候是 没有帮忙啦 是的确是杯葛啊 不要帮忙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话是对的吗 作为一个团队政府的一部分 我觉得要帮忙还是不帮忙 这个是各个政党的自己选择 没有理由 你民主行动党去逼马华帮你嘛 最重要是 回到政治而言 要赢下一个选区 还是要靠自己 你不能够说要靠公正党啊 靠国政啊 还是靠武统啊 还是要靠自己 有没有去服务 有没有去做好地方建设 然后有没有去做好跟选民的这个连接 我觉得要到选举了 你讲靠来靠去 其实到最后也是 不如靠自己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成为候选人的第一天 在提名过后 然后有记者问我 从前你很多video都是有骂武统的 然后你觉得怎样 当时阿玛萨西就站在我旁边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是有骂过他的 我承认 但是我就跟记者朋友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 landscape已经改变了 我在从政的时候行动党是反对党 然后我们当时也为了实现改叉换呆 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包括抨击国政 但是我在4月27号 我就是团结政府的这个候选人 我们要必须用团结政府的姿态去竞选 去说服选民 为什么要支持团结政府 为什么要支持希望联盟 这个是事实 曾经批评是事实 现在是团结政府候选人 也是事实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适应 这个政治环境上面的去改变 然后去保持我们的初衷 就是做好政策 做好这个选民的这个服务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团结政府 必须要交出成绩 对啊 要交出成绩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骂谁或者是讲谁 这个东西 要找也是找到 也没有办法去否认 但是我有一个东西可以否认的 就是我从来没有经过马华啦 当时那个照片确实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大家看读说故事 大家说你是去马华总部交那个 哪支票那个是哪支票 交那个路当表格 当时候我是辩论队的队长 我们去北京参加比赛 我们去募款 当时候就有很多社会人士去支持我们 这个马华也帮你澄清了 对对对 感恩马华 谢谢 阿嬷早黑也讲不要吵架了 这个可以剪进去 我觉得要讲一个东西是 TikTok上面这些很多人就讲 马来西亚越来越回教化了 讲什么不能够穿短裤 清真强制认证 还有这些Jakim官员 如果大家去看好来的话 讲不能够穿短裤的是回教党 对不对 讲那个Jakim的那个 讲清真认证的这个东西 到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政策 所以到最后大家要看回去 越来越回教化的 就是回教党跟国盟 然后当初支持他的是谁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啦 然后现在很多这些党员 可以在那边散播谣言 讲这个东西 讲那个东西 讲到好像是团结政府的错这样 到最后我们看到 越来越走向保守的是 国盟执政的这个走速 然后当初支持他的是谁 然后他下一次还会支持他吗 当初签SD的是谁 这个不要讲啦 我就觉得 当初签SD的是谁 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期才出 留到会员视频 跟大家分析到有谁签SD 不论我啦 不论你要不要剪啦 不用剪你就可以啦 就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团结政府好像 有一种 一种情况 就好像打 打game这样 不断的打怪 这个怪一个接一个的来 比如说之前 炒一个 Jakim的那个官员的东西 其实这东西已经是 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结果就被炒了起来 然后我们还要去解释一堆 然后后来还有这个 哈拉色的东西 到最后我们宣布 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然后到最近呢 又有什么样的 那个免税的这个case这样 免税的case就 就变成了 变成了 团结政府的一个政策 在run这样 很多时候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官员 在做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去预测发生的事情 好像Tiger的那个 募款的义卖的这个东西 义演的东西这样子 我们政府一直不断的 在去克服各种 可能一直在发生的东西 而这些往往并不是 团结政府本身要做的事情 OK啦 我这样子讲啦 你看哦 之前有一个课题就是 啤酒义演 在滑角的东西 变成一个课题 到现在结果是怎样 结果就是我很记得 在波朵的那个月份的时候 回教党的政府说 在他们的执政的周数登家楼 女性穿短裤 或者穿着太性感 所以他们不可以 在波朵上面表演 这个是回教党政府的政策 然后呢 在雪州呢 马照跑 舞照跳 波朵的活动 我到处去 女性可以唱歌 男性也可以唱歌 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包括这个 啤酒义演的事情 到最后你看 我们的秘书长 也是亲自去出席 这个啤酒的这个 筹款义演 所以很多东西哦 看政治哦 要好像看男人这样子 男人有时候甜言蜜语 或者是妖言惑众 可以跟你讲很多 很奇奇怪怪的东西 奇事妙想的东西 或者是海市蜃楼 到最后 你要看他做什么 不是要看别人讲什么 所以看政府 要是要看男人这样 你要看他付出的是什么 真正做的东西 看他做了什么 不要听他讲了什么 不要听别人讲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来看啊 不一定是看男人 也看女人吧 这样也是啦 男人为了不要被女人骗你 也是不要听那个女人讲什么 你要看他做什么 有没有真心 为你付出 所以大家也要 擦亮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觉得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啦 时间也是最好的证明啦 时间一过了 你就可以看到 海水退潮了 你就知道谁没有穿底裤嘛 时间过了 你就可以看到 什么季风之劲草 反当事成成嘛 你就可以看到啦 谁是真正用心的是 在捍卫一个多元开明公平的马来西亚 这点我很有信心啦 好 来 你来问啊 好 我们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你推荐一下 为什么我们来去新古毛 OK 新古毛是一个充满历史人文 跟生态旅游的 这一个好地方 所以周末放假去拿好 世外桃园新古毛 特空记得来新古毛 玩玩走走哦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我们今天 我们的嘉宾小桃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 满满的干货啊 从 怎么样从UBA TV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主播 慢慢成为了部长的特别助理 然后新闻秘书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周议员 从青年参政谈到了 新古毛 有多么的值得我们去探索这样子 好 那我们想东想西 有点东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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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